加盟了一些什么店 你给我们讲讲 奶茶的差不多亏了40万吧 一个串串吧 反正10万块钱左右吧 疫情前又加盟了成都这个二麻酒馆 追了差不多200多万吧 这个店头头多少钱 7万多块钱吧 我靠您是打不死的小强啊 你是要转这个店吗 还是这个店是您的 我的 我的 开了多久了 两个多月吧 遇到啥问题了 感觉做不起来有一点 上线就稳定在1000毛铃率有多少 50 也就是说每天大概有500块钱的毛铃 这个店头头多少钱 7万多块钱吧 是加盟店吗 还是学的技术 学的 为什么想着来做这个呢 我以前在国企后面辞职了也加盟了好多店 被坑麻糊了 然后自己才弄的这个 你加盟了些什么店 你给我们讲讲 奶茶的就是当时很火的那个 差不多亏了40万吧 成都的一个串串吧 反正10万块钱左右吧 然后疫情前又加盟了成都这个酒馆 推了差不多200多万吧 把朋友也拉下去了 总共投了460万 哥们 您家里面开矿的吗 就是酒馆把我打兵了 所以这一次就想着自己学 感觉这个平类就还可以自己目前的经济情况能接受就做的这个 我靠 您是打不死的小强啊 租金多少钱一个月 一年是2万 房租是55 现在店上几个人了 5个 5个卖1000啊 你疯了吧 5个 为什么请5个人啊 前面有一阵子流量爆了吧 应该是 反正每天人很多 所以人加起来 做了抖音推广是不是 对 你是想把这个店打爆吗 对 我想做起来吧 所以一直就留着人 一直贴钱也把人一直留下来 我还以为你搞了一个人上班 剩下的4个人打麻将呢 现在5个人的人员工资多少钱 1万6吧 一天的人工就是533 水电器一个月多少钱啊 2200 一天算80嘛 固定花香668 也就是你现在一天亏168 一个月亏5040 是吧 对 来 360多元地转一圈 什么商圈 就是学校两所中学一个小学 中学小学在哪啊 这边拐过去就是 是 中学有多少学餐 2千多吧 他们每天上学必须要从这进攻吗 放学的时候这个地方人流还是可以 好的 你周围有没有居民去啊 有 但是被这个马路隔断了 过不来 就对面的和你没关系嘛 对 那你这边有没有居民去啊 我这边没有 都是商圈 上桥 周围有没有菜市场 你这边 有 但是有点远 2公里吧 你这的主要的消费群体是哪些 就是学生 就是放学这些学生家长过来带着小孩买一个包子呀 那我问你 你周末的生意怎么样 放假周末都不行 你现在是早上卖得好 中午还是晚上 我现在早上没卖 就只卖了下午4点到6点 你为啥早上不卖了 试过 但是感觉不是太行 那你的意思是他们5个人每天上几个小时的卖啊 早上8点到晚上8点了 那早上你没卖啊 他们在店上干啥 就是炒馅的炒馅嘛 擀面的擀面嘛 包包子的包包子嘛 你真牛 你平时在店上吗 在 难怪你赔钱 真的 你周围有些什么店啊 周围那边转过去全是奶茶啊 每天从这个地方经过的客流大概多少 放学的那一会客流还可以其他时间都不行 因为这边就是一个马路 车只从这里过 但是没法停车 没客流 您这难断呢 我给你讲 您这个店现在做成这个样子 仍然是你认知的问题啊 您都已经开陪了三个店了 您连位置都选不对 您现在做的什么 破酥包 做的花卷 即是早餐 当然在社区楼下 对于中老年人来讲 大家也很喜欢 对吧 买回去早上吃或者怎么样 它是这么一个消费场景 消费属性 而你看看您今天选的位置 对面这个马路中间的这个隔离带 直接把对面的小区全部给你隔离开 你都没有在社区周围啊 您就是一个大马路牙子边上的一个街边店 所以说你这个位置就真的很拉快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经营时间段完全可以拉长的呀 你目前来讲 你本身早上是可以做的 你这个包子花卷 你就是做早上和晚上下午这些嘛 对吧 你早上为什么不去卖呢 这么好的经营时间段 本身生意就不好 你还不去卖 第三生意不好了 我跟你讲 你这样的地方去做推广没有用的 大家不可能因为买你三个花卷 买你四个包子 来一次可以 它不可能说是经常到你这来的 你能懂我意思吗 这个东西更多的什么 是复购 是便捷 你说人家开个两三公里 开个车到你这来买四个花卷吗 说出来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但是很少 所以说您去做推广做营销 在这个地方 你做的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我也是前一阵生意真的打懵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开干啥 都是瞎搞 我这么跟你讲 怎么去弄 第一个 把人优化了两个 优化两个 把早上做起来 把时间段拉长 你这个样子你就挣钱了 第二个 把生意优化好了啊 逐渐的稳不稳 盈利了 就挂出来 对吧 转租 转让 转让人家 一看生意不错 也在挣钱 那转让出去 你把你之前的成本拿回来 你自己重新到大型的那种万人小区的居民区去找一个地方 您的生意咔咔咔的一下就钱 是不是 OK 好 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说 好吧 好 那就这样 好 稍后 别再玩个人 搬换 popul거�